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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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喔 你們要去故事對不對 好 可以遇到聲音喔 誰的聲音要比我大聲 我請她上來講給我爹 好不好 來 小朋友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一隻有教養的作者是外國人 她叫做 是一個女生喔 她叫做貝齊布魯姆 然後呢 畫這個圖的 她也是一個外國男生 她是法國人 她叫做什麼 我們呢 這本書是外國的書 我們要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我們有一個翻譯叫做 來 小朋友一看喔 一隻有教養的狼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狼怎麼變成有教養的 好不好 她不吃 她不吃喔 她不吃要只吃菜 來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她會變成有教養的 因為 她很寡 來 這隻狼呢 在這個小鎮上面 走啊走啊走啊 她走了好久 可是她肚子也好餓喔 她身上有錢 但是她剩下一點點的錢 她不能亂花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很緊急的時候 才能要用到的錢 所以啊 她這時候就走走走走 她突然想到 這個小鎮外面有一個農場 她想一想 我走到那裡的話 或許有食物可以吃喔 然後呢 她就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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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農場的時候 她突然看到了什麼 你們告訴我她看到什麼 牛 牛 還有什麼 豬 還有呢 蝦 對 她突然傻掉了 她看到居然 有牛 有豬 有鴨 她心裡想 哇太好了 我有食物可以吃了 她就想 我走過去跟她們說 我是狼啊 你們怎麼被人要理我 結果呢 這三個動物 完全都不理她 他們在幹嘛 吃到看書 哈哈哈哈 她在看書 她在看書 這隻狼就很生氣 就說 我是狼欸 你們怎麼都不理我呢 我要吃你們欸 這時候呢 她就很生氣的在說 可是呢 這時候誰會出生 是貓嗎 不對 牛 不對 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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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豬說 你好吵喔 請你出去 我們這個農場 是給有教養的動物看的 我們要在這裡 乖乖的看書 你太吵了 請你出去 就像你現在來到哪裡 胡書館一樣 是不是要安靜的看書 不可以太吵 不可以太吵 所以呢 這個人聽到傻眼了 他說有教養的啊 他就在想 我要怎樣變成有教養呢 所以他就走啊 他走去哪裡 他走去學校 他決定了 我來上課 我上課 我來聽老師講解 怎樣變成有教養的人 哇 一群小朋友耶 他是不是跟一群小朋友上課 對不對 所以他就很努力的上課 他變成了這個班級 最用功的小朋友了 不對 不是小朋友 最用功的啦 然後呢 他就在想 我呢 已經變成那麼有教養了 我可以來去這個農場 他走到農場裡面 他拿了一本書 很大聲的說故事 這時候呢 誰又要出生了 小鳥 喔 小鴨 小鴨說 誰那麼吵啊 打擾我看書 就要在這麼安靜的地方 打擾我看書 趕快離開好不好啊 這時候呢 我長很壓力的 我 我去了 又要離開了 為什麼呢 我很用功的讀書了 我也念故事給他們聽了 為什麼他們要叫我離開呢 太傻了 對 因為他講話聲音 看書聲音 太大聲了 影響到其他人在看書了 所以他又被趕了 喔 他又好難過的離開了 結果他又去到哪裡了 圖書館 這裡的圖書館 對 他來到了圖書館 所以呢 他就怎樣 你知道嗎 他就在這邊 一直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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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多認真的看書啊 你看 所有的人都在看 為什麼這隻狼要來看書 一直在想 為什麼他來看書呢 這隻狼呢 心裡在想 我要變成一個有教養的人 所以 他就很努力的看書 很輕輕的 乖乖的看書 然後呢 有一天 他看完了書 他又走到哪裡 又走回農場了 這時候他就變成了一個很有教養的 為什麼 他輕輕的進入農場 輕輕的坐下來了 他輕輕的幹嘛 輕輕的捏起了他的故事 這時候呢 小松就好奇了 為什麼 因為他念的故事很好聽 他在想 哇 你現在好有教養喔 你會來到這裡 你可以輕輕的唸故事 出給我 你不像之前一樣 好大聲一樣 好大聲音一樣 好大聲音 好大聲音 對不對 所以呢 他這隻狼呢 就開始唸故事了 他唸故事 給其他的聽 這時候呢 誰也不愛聽的 小羊 小羊 跟小牛 也不愛聽他講故事了 為什麼 因為他講的故事太好聽了 就像阿姨講的一樣 好好聽喔 對不對 欸 拍手 好 好 快講好了 快講完了 然後呢 瓜哥 講完了一個故事 小鴨 跟那個小牛 他們就說 你在講其他的故事給我們聽好不好 因為你講的故事太好聽了 所以呢 他就說 好啊 我再繼續講故事給你們 對呀 然後呢 小牛就說 嗯 我覺得你講的故事好棒 我們應該怎麼樣 出去外面跟其他小朋友說故事給他們聽 然後呢 小狼就說 可以呀 你可以去外面講故事給他們聽啊 可是呢 他們也要變成很有教養的人 對不對 那你們要進故事要不要變有教養的人 對啊 那來圖書館是不是要安靜 對啊 對啊 那我們來圖書館都可以怎樣 吵吵鬧鬧 對 都可以吵吵鬧鬧 所以你看 每個人都會在小狼的身邊怎樣 看 聽他講故事 對不對 聽他講的故事好好聽喔 而且是不是很安靜 對不對 所以啊 小朋友 你們是要變成有教養的狼 還是狼 有教養的狼 我故事講完了 謝謝 好 阿姨說的故事好不好聽 好聽 來 讓我們給阿姨再一次愛的鼓勵會不會 會 好 來 貝貝 等一下 為了讓大家統一 我們現在手來磨一磨 要大聲 喊大聲 超級大聲的喔 好 我們現在滿身一下 貝貝 等一下就愛的鼓勵預備 愛的鼓勵預備 請 那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 大家坐會囉 來 滿身 滿身 預備 滿身 手的快動 好 愛的鼓勵 背 請 謝謝阿姨 好 好 接下來是老師 老師要給大家介紹圖書館 好 好 一年級的小朋友最喜歡看的書就在這裡啦 還有你的後面 好 你的後面 這整排都是專門為了第一年級小朋友設的圖書區 那一起來了 不可以寄也出去 可以來這裡看 那一年級的小朋友最喜歡這個地板區了 那接下來 認識到你要接的書在哪裡以後 我們邀請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 來為大家介紹認識圖書館 還有介紹一些規則喔 來 請念向老師 好棒喔 怎麼這麼快 這麼棒 回去叫老師 叫你們班老師 給你們 蓋了個好棒 好厲害 好 接下來六年級的哥哥姐姐 來 他們要年輕喔 那你們想笑就大聲笑 然後如果要回答就要大聲回答 可是站起來好不好 好 好 我們掌聲歡迎六年級的哥哥姐姐 來 我們要開始介紹圖書館 可以分場追逐大聲說話 對不起我說了 還在街上 借書還書都要刷條碼 左到馬 比較多 的 哦,這我看過了,不好看! 哦~~~~~ 有禮貌,看文書要放好! 對不起,我錯了! 不可以用別人的建築就很建築! 請問她是王小明嗎? 不是,剛才哥哥不好意思講太像什麼,這是她從旁邊撿到的建築者 哦,她要拿這本來建築,可不可以? 不可以!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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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真的姐姐就有拿借書證,還有拿她的書來給阿姨借! 所以,就會幫她刷條碼,剛才還書也是要先刷條碼才可以還書,很好! 我看完了,阿姨我要還書! 今天借的書明天才能還! 有錢嗎!? 有戒有環才是乖孩子 谢谢大家 来 亲爱的一年级小朋友 我们六年级的大哥哥 我们六年级小朋友